新冠肺炎疫情 昨天本土再次加零 也沒有死亡個案 不過新增了兩例 境外移入確診 其中一名本國籍女性 曾經施打了三劑BNT疫苗 還是突破性感染 除此之外 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 正在規劃第十三劑疫苗 要開放全年齡層 接種AZ第一劑 超過了十週 第二劑可以混打BNT疫苗 最快在十一月上旬開打 境外移入首度出現打三劑BNT疫苗 仍遭突破性感染個案 疫情指揮中心公佈二十一號 週四新冠本土零確診 零死亡 不過新增兩例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其中案一六四五八 為本國籍二十多歲女性 曾經接種過三劑BNT疫苗 發病咳嗽 還誤以為是旅館空調太冷 後來檢疫期滿 採檢才確診 而在疫苗接種部分 衛福部正研擬擴大開放新冠疫苗混打計畫 目前僅開放AZ混打莫德納 優先接種對象 除了醫事人員 中央及地方官員 防疫車隊及國籍航空機組員等 第一類到第三類 以及第一劑出現嚴重不良反應者 未來第十三期疫苗將擴大開放接種AZ第一劑超過十週者 第二劑可以混打BNT疫苗 此外有工業學者表示全球大約七成國家以及放寬邊境管制 臺灣也要思考如何讓國內疫苗施打資訊與國際流通 透過免疫護照 讓打兩劑的民眾能夠快速通關 不過衛福部認為 第二劑疫苗涵蓋率至少要超過三成才會考慮 由於國內疫情穩定 近期疫情警戒有機會從二級降到一級 外界關心降級後 實聯制是否取消 對此陳時中強調 如果貿然取消實聯制 當出現隱形傳播鏈時 重新啟動又太慢 因此未來即使降級 實聯制也不會取消 至少得持續到明年中